去年因为受到华视以及东森超市Light TV等台湾电视台共同制作《欢迎光临!等你来加一》 实进节目的青睐拍摄《让白沙离岛社区》 这座宁静朴实的小渔村袁贝宇因为节目播出而爆红 值得一提的是《欢迎光临!等你来加一》 节目在拍摄的期间将原被岛定调为耍废岛并打造相关的标志 近期白沙乡长宋万富致电村长陈天睿提醒社区可以申请白沙乡公所入口异象经费补助计划 村长陈天睿当时苦思该以何种的特色呈现 经过家人提点并得到节目制作单位的授权 借以制作了耍废岛异象矗立在港口 期望让游客们一登岛就感到放松 在假期期间尽情耍废 耍废岛就是指间拒绝有来拍照 有来拍电影 电影之后他们的收视力其实还不错 因为后来我们遇到很多客人 都是要来找来说什么耍废岛耍废 后来我讲没有关系 陈盟我们乡长 乡长打电话给我 老水你那个异箱一箱这个一寸一特色嘛 给你们编了50万为什么你不去做 我说我也不想要做什么 我说我们原本出产石斑鱼 戴帽大仓做了 鞋头也做了 那个条七星斑 我们这边都做七星斑嘛 七星斑蒋梅也做了 是 螃蟹 震海 震海也做了 是 那我们都没有不产哈密瓜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是 对不对 是 那后来想一想想一想 后来我们这个天海客长 就刚刚那个 我的堂哥 是 他跟我建议说 老弟啊 我们那个 我是上次剧组有来拍嘛 他说这个 这种意象哦 就是要让人家打卡 嗯 要凸显这个地方 是 当然有一些渊源啦 比如说 我们这边如果出展这个 七星斑 那或许就是说 彰显说我们这边出七星斑 对不对 有一些地缘嘛 嗯嗯 就像夕语说 他们出发自然这样 行 那跟我讲说 他们拍那个片 其实也不错嘛 那个收视率不错 啊 其实耍废岛 耍废岛 耍废岛就是换空嘛 对啊 他就跟我讲说 你看我现在把云碑村 整理的那么干净 那么漂亮 就是说迎接那种 比较休闲的感觉 嗯嗯 他就不建议我说 我们也可以做他们之前 那个是剧组做的 剧组 对 那后来我就跟他们邀 那个所谓的剧组 啊 因为他们设计的嘛 他们那个总导 一个季导 是 你的季导跟他养 嗯 然后他就马上把尺导 把什么都给我 是 然后后来就去申请 就这样来 自于岛上的原被热营 硬体设备完工 已有一段时日 但应该执照审核等种种的因素 目前尚未对外营业 村长陈天睿也表示 整个营运计划 占处于报准的程序中 待所有相关的流程 我们跑完之后 将正式对外营运 原被热营我们那个 这个之前在县长的帮忙 还有我们陈县长 陈县长还有现我们的一些 理由出的这些长官们 帮我们的忙 所以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证照 辅导我们就拿到一些所谓的证照 现在我们就是说报准 包括说我们这个收费的部分 收费的部分要报准 因为是公办民意嘛 在社区 社区在 因为是大概是全国第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标杆 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好 尤其是账的部分 基因的话 一定是要人有所谓的就是说 达到所谓的社会公益 跟这种所谓的要养活这些村民嘛 就所谓的商业部分的利益 也是要兼顾啦 圆贝宇 比墨纸燕和百折群 不仅是著名的地景 同时已经列为玄武岩自然保留区 圆贝宇村落后方的山丘 是远眺美景的好地方 往西北岸即可以远眺玄武岩骑景 而根据了解 因圆贝乐营的建制 提供了当地就业机会 板箱涉及的人已经增加了约60人 待开幕影运 来澎湖的游客用了多了一项 特别的离岛住宿选择与体验 记者王海龙报道